这是韩国海军公布的韩国型轻型航母 潮250米 宽40米 满载排水量4万吨 可搭载约15架F-35B垂直起降战机 也可以搭载支援海军陆战队登陆作战的直升机 F-35B战机投入远程攻击和防御作战时 作战半径为800多公里 此外 航母雷达无法捕捉到了远处的威胁 也可以通过无人机或舰载机早期探测到 韩国型轻型航母投入作战后 将与驱逐舰 潜艇 以及装载燃料和弹药的军需支援舰一起 构成规模为5到10艘的战斗巡 2007年7月 韩国首艘两栖攻击舰独岛号服役 这是韩国海军历史上第一艘全通甲板式军舰 可搭载10架各类大中型运输直升机 随后 韩国从2017年开始建造第二艘两栖攻击舰马罗岛号 该型两栖攻击舰的服役将使韩国海军真正获得了 使用舰载机作战的能力 现任总统文在寅上任以后 开始推进大型舰艇建造计划 今年6月 这一计划升级为轻型航母计划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早日实现自己的航母梦 韩国政府还专门批准了新的驱逐舰和潜艇采购计划 将拨款60亿美元采购三艘能拦截弹道导弹的 赵斯顿驱逐舰 以及三艘装备对陆攻击巡航导弹的新型潜艇 最终构建起一支由轻型航母驱逐舰和潜艇等 组成的战斗编队 预计到2030年前后形成作战能力 不过韩国军方认为 这一计划开始的太晚 航母是一个巨大的吞金兽 建造一艘航母需要投入至少两万亿韩元 约合人民币117亿元 若想搭载20架F35B型战斗机的话 还需要投入2.5万亿韩元 约合人民币146亿元 此外为了满足维修训练 在作战海域交接等需要 至少要拥有两到三艘航母 还没认为考虑到周边国家的战力 发生危急情况时 韩国轻型航母很有可能被立即击沉 沦为又贵又容易被击败的目标 换句话说轻型航母用来应对朝鲜 是大财小用 面对周边其他国家的潜在威胁 又可能无济于事 贸然启动航母建造 只会给半岛局势增加不稳定因素 韩国国会议员将在本月的 国政监察和此后的预算审议过程中 探讨韩国是否应当推进轻型航母计划